第六百一十四集 酋长老看到叶尘死到临头居然还不停下 冷冷地笑着 哼 真是不知死活的小畜生 想必你身上的机缘也不错 今日就全部归我了 给我死 剑意爆发 刺破虚空 就在剑锋要落在叶尘心脏的那一刻 一变突起 方圆十里风云涌动 一道狂风从身处席卷而来 住手 一道苍老的声音骤然响起 听到这声音不光酋长老 在场所有人脸色一变 宗主出关了 狂风急促而至 一个身穿八卦长袍的老太婆 瞬间出现在了叶尘身前 两指伸出 直接夹住了酋长老的剑 所有力量就此消失 仿佛被一团海绵彻底吸收 酋长老瞪大眼眸看着面前阻挡之人 声音颤抖 宗主 您怎么出来了 您不是在闭关吗 老人冷哼一声 哼 我若再不出来 我不止千万年的大局 却要被你这个废物破坏了 雨落 老人两指的力量彻底爆发 摧枯拉朽之力 从两指蔓延而去 长剑直接化为粉末 狂暴的气浪更是狠狠地 砸在了酋长老的身躯之上 毫无征兆 酋长老吐出一口鲜血 飞了出去 更是狠狠地砸在地上 几乎重伤 见到这一幕 剩下的三位长老 乃至周围所有的女弟子 纷纷低头跪下 参见宗主 老人丝毫没有理会 他看了一眼正在吸收 幽冥长河的夜沉 以及盘绕在周身左右的 血龙 毛子微眯 随后猛地转身 双手附在身后 苍老的声音落下 从今日开始 求云长老直接逐出圣草谷 还有 另外出手的三位长老 全部降级 剥夺长老权利 此话一出 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谁也没想到 宗主竟然为了一个外人 直接驱逐求云长老 更是把剩下三人的身份降级 吩咐完这一切 老人的眼眸落在骆的身上 洛儿 此人是你带来的 是的 师父 我只是 洛的眼神有些慌乱 生怕被责怪 老人点点头 眼眸欣慰 嗯 洛儿 为师没有看错你 从今天开始 谁若再敢欺负你 直接逐出圣草谷 此前我不敢对你太过保护 就是怕蝴蝶效应 今日 为师要等的人终于出现了 不需要再顾忌什么 洛听到这句话眼眶湿润 激动道 师父 叶先生 真的是您要找的人 老人目光落在叶晨的身上 叶晨眉心的地狱之眼 已经闭合 幽冥长河彻底被吸收 虽然叶晨不知道如何使用 但是这幽冥长河 结合眉心的力量 绝对可怕 足以成为他的一道底牌 老人笑了笑对叶晨道 哼 如果我没猜错 你应该叫叶晨吧 你身上 不光掌控着一条血龙 应该还掌控轮回吧 听到这句话 叶晨的表情突然变得惊悚 老人知道他的名字不算诡异 诡异的是轮回二字 难道这老人知道轮回墓地 这一刻叶晨产生了杀意 轮回墓地是他最大的秘密 如此逆天之物 若是被这等强者知道 必然贪婪 不管正邪 那必须扼杀 老人自然察觉到了叶晨的杀意 笑了笑 小兄弟 你别多想 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可愿意跟我去一趟里面 有些疑惑 我自然为你解开 叶晨将杀鸡收敛 点点头 好 他很清楚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要撼动这种存在 根本不可能 这骆小姐的师父 修为可不单单 帝尊敬中期那么简单 极度危险 十分钟后 两人来到了一处大殿 老人手臂一挥 大门关上 屋内更是阵发涌动 天然遮蔽大阵 不光强者无法查看里面的情况 就连天道也没有资格亏损 好大的手笔 老人眯着眼 给叶晨泡了一杯茶 手臂一挥 茶水便是悬浮在叶晨的面前 叶晨伸出手 直接握住茶杯 抿了一口开门见山道 你到底是谁 为何我听洛说 你一直在等我 这是叶晨心中最大的疑惑 老人笑了笑 手心对着地面随意一抓 大殿中央的地面 竟然震动了起来 下一秒 一块石碑骤然出现 拔地而起 石碑上刻着古老的文字和图案 叶晨根本不认识 但是这不重要 因为石碑的材料 竟然和轮回墓地的墓碑 一模一样 叶晨凝视着那拔地而起的石碑 石碑仿佛有着一道神奇的魔力 让叶晨的眼神无法移动 哪怕文字和上面的图案不认识 他能感觉到口袋的小石头 仿佛要挣脱一切飞出来 轮回墓地的那些墓碑 也是震动了起来 他几乎肯定 石碑和轮回墓地 有很大的关联 老人自然察觉出了 叶晨疑惑的表情 站起身 饶有趣味道 看来这石碑你也认识 对了 说了这么久 我还没自我介绍呢 你不是圣草谷的人 也没必要叫我宗主 你姑且就叫我弱前辈 叶晨脸色没有丝毫波动 在没有确定对方的身份之前 他自然不会套近乎 这石碑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还有你为何等我 听洛说你等我上千年了 千年之前 我都没有诞生 开什么玩笑 别告诉我什么逆天树法 你若有着逆天树法 怎么会被困在这血灵秘境之中 若前辈听到叶晨的问题 爽朗地笑了笑 对于叶晨的态度 没有丝毫不悦 你的问题很不错 我自然会回答你 其实你两个问题 可以说是一个问题 这石碑便是我确定 你最大的缘由 你现在的境界和经验 应该无法看穿上面的文字吧 叶晨没有说话 等待着对方的答案 若前辈来到石碑身前 指尖逼出了一滴精血 这上面的文字和华夏的有些差距 你自然不认识 不过我用一些手段 能让你瞬间明白 上面文字的含义 说完 若前辈指尖的精血 便在叶晨眼前轻轻一抹 血光覆盖在瞳孔之中 叶晨惊骇地发现 上面的文字竟然开始变化 原本古朴的文字 竟然最后形成了华夏的汉字 关键汉字之上 竟然浮现了叶晨 玉龙 轮回 血灵族这几个字 或许是因为时间的流逝 大部分文字变得残缺不全 叶晨并不能将这段话连接起来 若前辈拿起茶壶 又给叶晨倒了一杯茶 然后继续倒 你现在应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不是我选择了你 而是这墓碑选择了你 上古时代 域外陨石落向地球 总共有五块石碑落下 一块便是你现在所见的存在 至于其余四块 这么多年 我也只掌握了另一块的下落 至于剩下的三块 不知道是因为视力隐藏 还是什么原因 一直沉寂 或许是落在某处深海之中吧 叶晨听到这句话 眸子一缩 下意识到 你掌握的另一块 应该和昆仑须叶家有关吧 若前辈听到叶家 表情极其地猙獰 甚至有些诧异 但是很快 诧异消失 他恍然大悟道 哦 也对 你就姓叶 估计你就是从昆仑须叶家而来 知道这些事也不算奇怪 叶家那块石碑好像更为强大 只可惜啊 当年我赶到叶家之后 石碑就消失了 听说被人转化了能量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叶晨感受着口袋小石头散发的能量 微微一笑 估计这五座石碑有着不同的属性 但是最重要的无疑是轮回墓地 若没有开启轮回墓地 也就没有他叶晨的今天 你让我来这里就是说这些事吗 我赶时间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若前辈听到叶晨的催促笑了笑 年轻人 火气倒是很大呀 我在这血灵秘境待了这么久 更不惜建立圣草谷 就是为了对抗这里面的六位血灵族强者 这些血灵族强者 可以说是战俘 至于为什么不斩杀 是因为血灵族体内的力量 和我们昆仑须的修炼者不同 他们的血脉以及力量 就好像是我们升级版 这是来自本源的碾压呀 还有 血灵族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派人来昆仑须 带走一百位地尊敬强者 每一次 对昆仑须和地球来说 都是重伤啊 从上古时代到现在 无数次重伤 最后只剩下 我们这几位顶级强者坐镇 整个昆仑须的修炼环境 也是陷入疲态呀 我们比任何人都清楚 昆仑须早有一天会被血灵族吞噬 唯有找到血灵族的弱点 以及抗争血灵族的存在 昆仑须 昆仑须才有一些生机呀 唉 我待在这里和血灵族的那六位 接触了无数次 这才搞懂石碑的文字 而石碑上 文字透露的便是破开 血灵族的唯一可能 它叫夜晨 嫁于一条九天血龙 我一直以为 这个夜晨是狱外大能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在想 会不会这夜晨本身 就诞生在昆仑须之中 至于剩下的 你应该知道了 你便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人 夜晨听得匪夷所思 他现在的实力不过是虚王静 血灵静的强者 对他来说太过遥远了 他可不认为 现在的他 具备了碾压血灵族强者的力量 他实在有些无法明白 为何所有人都看好自己 又为何 把对抗血灵族如此强大的存在 也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难道就是因为轮回墓地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